华林市公所办理的109年暑期浩克扯林娱乐营活动 22号上午是正式进入了节夜典礼 学员们展现出超强的学习能力 把五天学习到的各项招式逐一呈现 那么成功地通过了老师的关卡鉴定 而市公所就表示 未来会持续办理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 让小朋友们能够从这个当中来找到自己的兴趣 小小学员拿起扯林有模有样 做起招式就像切豆腐一样简单 这是华林市公所办理的 109年暑期浩克扯林娱乐营活动 在经过五天的训练课程 学员们已经能够掌握到扯林的顾忠技巧 而这项活动已经连续办理了第三年 六个T次场场爆满 获得家长的热烈响应 小朋友他在扯林班 他有在学校扯林 有学扯林 让老师有推荐的时候这个活动可以参加 小朋友有兴趣就一起来 那今年分为进阶班跟初阶班 初阶班的学生都是从 从不会开始到学习了十项的一个技能 然后才能得到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 检定的一个证书 那小朋友们在东华副小的一个老师 曾铁真老师在你之下 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纷纷的表示说希望明年还有机会能够来这里继续参加 那我们施工所也会持续推广这样子有意义的一个文化活动 在扯林老师的引导下 学员们把这五天来学习到的各项招式逐一使出 虽然有的人是卡卡不顺 但在多次训练后每位学员都成功通过老师的关卡鉴定 他们在八月份更有机会要上台演出 客家事务处刚好今年在八月九号有一个活动 那我们就是让比较学习比较稳定 然后跟学习成果比较好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到当天的活动进行一个表演 那我们其实主要希望办这样的娱乐营 是希望孩子在下个月的献扯林检定的时候 能够透过自己的练习 然后还有来我们这边进行学习 能够突破自我 然后达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施工所表示 未来会持续开办各式体育活动课程 并在其中结合在地的传统文化 鼓励各年龄成的乡亲都能爱上体育活动 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记者徐立芹花联市报导